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新乐空中舞蹈的创办人 张玉鲁女士 哈喽老师你好 大家都像你路路老师对不对 是 OK那路路老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这个舞蹈科班出身的吗 不是我只是一般素人 一般素人开始创业这样子 OK那你原本是接触什么样的工作 我离开学校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升学补习班教英文 OK 主要是教国同事 了解 那是什么气息下会想要开始接触这个舞蹈 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跟着音乐展现肢体 情感释放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那在真正很投入是在我产后 因为就是那时候非常的胖 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需要透过运动来调整身材 对 然后开始学习跳舞之后 发现自己真的超喜欢的 所以又投入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然后也跟着老师表演 就是真的花了非常多的业余时间 不是上班跟带小孩的时间 就都在跳舞这样子 OK 可是这个随着时间的催移应该慢慢的 你会越来越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比重放更多 对 OK 所以其实是到后期慢慢时间都在上面的时候 就是说好像可以接触这个行业 就也很巧 刚好就是我其中一位老师他要开试字培训 对 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下之后 我想说我就试看看 那在上文培训之后 老师也有鼓励我们 就是说开始尝试从代课教起 然后慢慢的开新生的课程给我们教这样子 开始有的就是第一次的教学 对 哇 所以其实算是这样慢慢的先接 那大概是多久之后 你才想说真的我真的可以要有一个地方 然后我可以教课这样子 一开始也是因为有表演的需求 需要经常性的有场地方便我们练习 对 那这个场地就是很困难 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在公园的广场这样跳 对可能旁边在跳 在跳那个什么所谓的广场舞 然后我们在练舞的表演的舞 那会希望说找一个就是可以专心练舞 不用风吹日晒 雨打的地点这样 那刚好我们一起表演的同学 他们家里有场地 然后就思考了一下之后 就整理了场地 然后就开始的有了第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这样子 哦 那真的成立这个新乐空重道也是在这个后面的 到后期就是有开始接触了空中瑜伽 那一阵子就是这是一个新兴的运动而且又很漂亮 对然后我又被漂亮的事物给吸引了 对那开始投入之后也也渐渐的就是更认识了空中世界的美 对所以就后面想要找一个更专业的场地来从事空中的教学 那就找了现在这个在学区旁边的那个店面 它是在因为主要找一楼的目的是因为它需要很高的高度 层高要很高 对然后空间也要很大这样子 然后就就开始有了就比较算是从工作室转型成专业教室 哦 对那星乐这个名字是你学的吗 就是我希望说在这方在这一个空中就是运动舞蹈上面 我找到我开心喜悦的事情 然后这个热爱就会让人有发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的教室就应该要叫星乐你进来就是就是把你原本的状态 调整成就是开心喜悦啊 这样子就英文名字我也是用Delight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 因为有内心产生的爱 有老师整个延伸就是超有光的 OK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嗯那呃也算是转职真的慢慢这样宣洁 那你觉得到现在呃 经营第八年对不对 对 OK 经营第八年那你觉得最挫折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时候 嗯我遇到的挫折就是在第一次的转型工作室转成教室的时候呢 呃 疫情的关系 我刚签约了新场地 然后也买了Polatis Reformer买了一批的器械 那当时因为租场地啦还有资金周转的问题我也贷款了 然后就有政府宣布说所有的健身行业教室都停课 那卫生局会来机查 然后运动局会来看你有没有偷偷营业 甚至说你只是在里面练习可能都会有邻居因为很担心 然后就就会请人来看看说你在干嘛 这样对蛮挫折的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转型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举例的变化 因为我们会需要相当的改变 在收入方面 然后那一段时间真的是零收入 很焦虑 那你怎么撑过啦 呃 我非常感激就是我原本的学员 因为我开了线上课之后 他们非常的支持我 那一阵子可能因为大家时间也比较多啦 所以我一天如果开个三四堂或是五堂的线上课 来参加的人都非常的多 嗯 那就是在那段时间 就是除了他们的支持之外 再来就是说 我也可能有比较多的时间来思考跟成长自己 因为其实事后我回想起来 我是很感恩那一段时间 我累积了几百个小时的线上课的教学经验 然后从原本只会教某几样运动项目 然后为了否线上课 为了否居家运动 我可能又再更精进自己的专业 不管是像晚上我会开开书面 不只是说说硕身啊健身之类的 身心灵的部分啊 让心态更平静啊 让大脑神经系统更安静 可以平静的面对这一切的练习 我都有涉略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对我后面就是疫情开放之后的经营教室 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就顶纸更稳了 然后更可以去了解学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事 也更有心得可以去分享 OK 那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您的品牌名称就是空中舞蹈 对 那我觉得空中舞蹈相对是比较少见 那目前心态里面有哪一些教学的项目 嗯 嗯 新月目前教授的空中舞蹈的话就是有空中舞酬 空中环 还有最新引进的叫做室内蹦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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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样 那这三样 其实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于马戏团 特技表演 空中飞人 嗯 对 那这这些运动一开始本本来是for专业人员 经过长期的特殊训练才能够做的事情 那就是也也很感激说在这个同业上面一路上有蛮多老师 因为可能想要引进这样的运动 他们可能都把动作简化 难度系数简化 那或是说选择一些比较相对风险低的动作给就是一般的素人 可以完成在空中像仙女一样翩翩起舞的梦想这样子 嗯 对 所以我教授目前在空中的项目就是 以主打就是说在上面可以有美美的呈现 呃而不是以主打特技为主 对 OK 所以呃我们想象中不是说那种就是真的是呃就是音乐放下去 然后在地面上跳 嗯 都是比较for空中 对 角离地的 OK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是那个呃那个班丽举吗 对班丽举 那个那个可以大概跟我们解释一下 嗯 呃班丽哈一开始哈他就是高空弹跳 哦 对他使用的是呃强力的弹力声 那我们可能就是站在吊桥上 然后从从从一定的高度下去 然后弹力声会把人就是拉回来这样 对对一开始是这个都这个这个这个运动才叫班举 然后呃因为就是呃在剧场马戏团他们有使用这个设备 班举这个设备来做一些弹射的动作 对 弹跳的动作 然后就呃开始有有有有一些人因为这个太好玩了哦 这飞的过程很觉得很很兴奋很舒压 所以就引进到了就是室内 对 嘿 可能一开始只是有游乐的性质 然后慢慢的开始可能有专业的运动教练 把它规划成是课程了 把动作呃简化成可能有有训练目的 比如说像TRS它有有类似像这种弹力的呃 呃 圆吊式的 对的圆吊式的 嗯 啊 又或者是说呃 健身房好拿来做一些健身的啊 平板支撑啊 呃 Burby啊 又或者是说深蹲这一类的 那我引进的这个品牌叫做Bungie Fitness 啊 它并不是凤级的英文名称 它是品牌名 OK 因为刚会听起来其实我也以为是 以为是一项运动 对对对对 OK 那这一个Bungie Fitness 这一个品牌的特色就是说呃 呃 我们是把这一项设备拿来做一些飞天遁地的运动 所以我们就是有好好的利用它的弹射的那个特性 所以我们可以把弹力拉紧之后往上俯冲飞出去 可以往下 所以在整个运动的画面的呈现会非常像武侠片 OK 是非常刺激好玩的 OK 因为相对其他运动来比较的话 其实这个运动会需要更强大的器材去支撑住 对专专业的设备 对啊 设备啊材质 然后它的设计专门就是for这个运动来设计会更棒 这个也是陆老师非常坚持的一个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没有错 OK 那在新月里面目前还有其他的师资吗 有就是在我从工作室转型为专业教室的时候 一开始因为疫情刚开放嘛 人员不多都是我自己在教 对 然后慢慢的就是有发现体力不堪负荷 对 早午晚一到日真的是非常的累 因为可能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不够了这样子 那就也开始有想过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啊 跟我同样想法里面的人可以加入我的教室的教学经营 教学团队这样 那所以刚好就是呃 我有一些学生学了一阵子 然后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因为你就会看到他对学习的态度跟看法嘛 那也也有跟他们就是有洽谈过说是否有医院 投呃开始从斜杠然后投入教学这样子 那那谈的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有安排一些就是呃 自己内部的培训 是 然后经过培训之后让他们从助理教师代课老师 然后开新新课让他们从教学新生开始 然后慢慢的稳定开课了之后 那也有一些老师他就是有 投入更多的课程所以就是变成教师比较主力的教学老师 嗯 目前的话主要教学老师有八位 那很多耶 对因为其实呃因为前面有提到说 陆老师并不是本科班出身 然后我其实一直想要问就是有没有一些 可能学生的转变让你觉得比较感动 但是我觉得这个八位老师就是最好的一个 呃 但是我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可以呃 坚持下去 有潜力 然后 也因为这样子给了他们另外一个身份 对 我觉得这对一个人来讲是 很大很大转变 因为我一旦做这个事情有可能是好几年的 嗯 然后可能 也脱离到原本的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改变一个人很多的事情 对 尤其是呃 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是比如说下班后啊 或是说忙完家里的事情啊 来运动一下转换一下心情 抒压一下 对 又或者说可能外在的生活让你很压抑 你必须用不同的面貌去面对你的外在生活 可能来到这里你才可以 就是尽情的释放自己出现自己的形状 是没错 这个大家现在的人都很需要 那也想要问一下陆老师就是哦 因为已经创业八年 嗯 刚好现在已经培训到八个师子 而且都是比较相对比较稳定 是 然后目前也是有第二间店嘛 对 那我觉得其实算蛮顺遂 让我相信陆老师在未来的规划上 应该会有一个期望值 或者是你想要再延伸的项目 对不对 对 OK 那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 呃 目前的话我的主力会放在我新代理的这个欧洲品 品牌Bungie Finish上面 OK 对 因为我自己在决定要从事这一项教学的时候呢 我把台湾的所有品牌 然后包括说因为离的比较近的出国 比较方便去学习的就是在中国嘛 是 中国的几个品牌我也都去学习过了 然后后面经过思考之后我决定引进Bungie Finish这个品牌 那也跟总部就是呃有谈了台湾这边的合作 由我来做培训跟推广这样子 对 所以近期我已经开始在做培训的宣传了 对就是透过呃 师资的培训 因为你要推广以一项运动你必须要先有教学的人 所以其实其实一个好的专业的老师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老师即使有人愿意花钱做场地也没有办法经营的起来 对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第一个阶段培训出好的老师 那他可能是业主自己来学习 又会说派他们教室里面的教练老师来学习 那学习之后如果说他呃只是单纯的在自己原有的场地想要引进这个项目呃 因为台湾其实不大齁就比如说我从台中到台南也是一个半小时是我们约好 那呃呃我们可以去帮他看一下他的场地可以怎么规划 是然后转转就是顺利的帮他转型导入这项新运动 又或者说他可能想要去呃创业 那呃呃我可以提供一些场地的选择 比如说你开在社区 开在商业大楼 开在商场百货公司 可能都会是不一样的经营模式 对 然后空间的规划 课程的安排 呃网路行销 整体的品牌形象 呃因为总部这边是很大方的就是 如果你上了培训课也买了设备器材之后 就可以使用Bungie Fitness 这一个品牌的logo来作为你的企业形象就是呃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说你的场地提供的就是最专业的Bungie Fitness 这样子 嗯对所以呃短短期的目标就是从培训开始 然后慢慢的希望说呃就开始有人投入这一项 因为我在台中很多人看到了可能因为路程的关系 那也只能看看而已 没有办法来来玩或是体验一下 那如果可以在台湾各地都陆陆续续有场馆加入的话 那就可以方便更多台湾人可以认识体验这一项 然后新形态他真的是很安全又很有趣 重点是他很舒雅 玩这一项运动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成立开心的事情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ok所以其实路老师的方式还是呃 比较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其实会比较慢一点 对而且也比较有限 但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呃 你也很愿意去给大家这些资源 嗯嗯 然后跟这一些带入一些商业模式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会很棒 就是先让大家认识开始 对 对啊但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些伙伴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是 ok哇好 非常非常厉害的想法 那最后想要请路老师就是呃 因为你这样子一路创业 然后真的也算稳定 目前的呃规划 好我觉得也也嗯不是一个很少步的事情 是 那你对于自己的成长这样子的体悟下来 你会想要给可能同为创业的一些建议 什么样的建议这样 好呃创业呃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多半都是始于热爱啦 对对那那光有热爱其实还不够 对你必须要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脚印 对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云端 你也得搭梯子 对所以 所以我觉得呃扎实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的时候可能走着走着会迷惘 嗯就出现岔路了 是啊就再回头过去 去回想自己为什么要创业 莫忘初心嗯 对像一开始可能就是因为跳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那我们就坚持做很开心的事 然后也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好去感受我们如何做才可以就是很安全 然后让你你原本可能是因为外界的压力什么的 是很很很拘束的心 可以在这个舞蹈的世界里面打开释放情感 可以释放压力这样子 OK 满满初心 好我觉得这个这个非常重要 嗯过时我们不要迷失了 对一定要去坚持自己所坚持的事情 然后做自己越来的事情才可以像路老师这样眼神发光 然后也愿意为了这个运动去付出其他的信力这样子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路老师愿意来让我们专访 然后看到不只是单单是一个素人的改变 我也相信就是这个运动是为了更多人的 不管是身心也好 然后健康也好 都各方面的去着想 那也希望以后可以 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在路上是比较稀松平常 然后常常可以看到 对对对 谢谢路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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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